那明老师你怎么观察 对于拜登的团队来讲 阿富汗一方面是对外关系当中的 一个核心议题 另外一方面在台湾内部 立刻有人喊出了口号 那这样的口号就是说 这一个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这个想都想得到 不过话说来就是 美国这次撤军的确是太过粗糙 所以对美国伤害非常大 但对美国来说还另外一个问题 你是世界第一强国 你这样退兵的话 你怎样去维持你的形象与不罪呢 这个是必须要考虑的 同时就是你这个形象出来之后 你怎么影响到朋友跟敌人 对你的判断跟解读 从后面的动作 这种事情都要事先估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美国已经很论喊一句话 叫拜登把他国安顾问炒掉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在估算上 还不要说你前面讲说 几个月前 拜登还讲说 这个阿富汗不会这么快 就被塔利班拿走 那现在呢 他显然是判断完全错误 那这个对美国 这个留这么记录来说 实在是很糟糕 当然我看到很多人都提到 越战的教训 西共撤兵的教训等等 没有错 所以美国当时呢 在这种情况撤军呢 对他国际形象打击非常大 所以后面几任总统呢 第一呢不太敢随便打仗 第二后一次搞到八九年之后呢 到了这个雷根上台 要去打那个格雷纳达 为什么呢 因为格雷纳达发生了 共产党的政变 然后成立了很短暂 成立共产党政权 雷根要派兵打这么小的国家 都思前想后 他想的不是怎么打赢 他想的是 我怎么打完之后呢 重建我美国跟美军的国际声望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大家也看出来了 美国这次撤兵呢 的确是因为他评估说 我有其他更重要的战略目标 要应付 所以这地方呢 耗费了二十年 看起来呢 好像这个没有什么结果 然后对我是不利的 所以我撤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十年前就应该撤 就是2011年 你杀了宾拉登之后呢 就应该开始有计划 有步骤撤兵 那美国又想撤兵 然后又想说 我是在当地扶持一个民主政权 然后能够做成一个楷模什么等等 如果评估做不到的话 就会赶快撒手 搞得今天呢 非常难看 好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中共跟塔利班的关系 刚才是从谈一点 我们可以再往下看 塔利班是逊尼派 新疆也是逊尼派 然后塔利班呢 是逊尼派当中呢 十分激进的一支 他的思想扩张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才会跟宾拉登这些人搞在一起 那么美国过去 会把塔利班政权打掉 因为说他庇护了宾拉登 所以去打他 好 那现在塔利班卷土重来 然后他现在成立 又回来又成立政府 对中共来说 很多人说 他是很大好处 其实不完全是 各位注意看一下 王毅接见塔利班 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 我希望对当地 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这点大家都看到了 第二点 请各位仔细看一下 王毅说了什么话 王毅对塔利班说 希望你们能够建立一个 温和的伊斯兰政权 这个话讲得很明白了 我不希望你能够出现一个 激进的伊斯兰政权 因为如果你很激进的话 第一点就是 你可能会想象的扩张 你会威胁到旁边 更容易 更可能会威胁到我 第二就是刚刚已经讲了 新疆的也是大部分是逊尼派 所以担心说 这个塔利班的政权呢 变成了新疆 或甚至吸引了新疆一些人呢 开始激进 开始倾向于塔利班 然后甚至回来 威胁中共的安定 所以这个是第二考量 那么现在大家说 中共会介入塔利班 其实会介入这个阿富汗 其实不一定 因为前一阵子我们看到 就大概就是上个礼拜 中共官方已经发出消息说 那地方是帝国坟场 然后过去的英国 后来的苏联 然后美国介入呢 都没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谨慎 什么等等 所以已经在铺路 但是铺路归铺路 并不代表说 它不用别的方法进入 所以刚才是从谈了一下 一带一路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可能 而塔利班也明确放话说 我们希望中国的一带一路 能够进来 所以双方现在呢 大概还保留了一个 合作的空间 至少呢还在观望 好 那么比较更重要就是 这次这个打 这个美国看起来是撤兵了 那不管是赢输什么 他撤兵了 中共怎么解读美国撤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重的问题 中共的解读是 看吧 我说对了吧 美国衰退了吧 第一 他打不赢塔利班 打了20年没打赢 第二呢 他撑不住甘尼 甘尼呢也垮掉了 所以呢 美国是衰退了 第二点呢 中共看起来非常高兴的就是 你撤退到这么混乱 代表你这政府无能 所以他一定是这样解读的 然后第三就是 我们一直认为说 中共说 我们一直认为美国衰弱了 美国对于解决疫情的问题 现在为止 都没有很好的手法 所以如果说塔利班这事情 花阿富汗的事情 让我们看见这政府无能的话 那我们看看疫情 再怎么打美国 那我们可能是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要耐心等待 那现在除了解读之外 下一步就怎么运作 明老师刚讲到北京 北京也有权势权 他怎么解读 然后怎么宣传 怎么运作 那包含在台湾 事实上也有不同的 这一个政治倾向的 这一个人物 也有不同的解读跟运作 对 我们刚刚看到的 第一个呢 就是王毅出来喊话 王毅出来喊说 我们希望能够跟美国对话 共同让阿富汗这件事情能够软着陆 能够顺利解决 这个是对美国嗜好的喊话 那么也就是说 这是你焦头烂额了 对不对 我现在晓得了 那我现在递出了橄榄枝 那别看我前面给你炒了那么久 不管是在这个阿拉斯加炒也好 或者天津炒也好 我那时讲过说 双方都有复弹的意愿 但是现在双方呢 要争取一个谈判的高度 那现在中共方面 递出橄榄枝了 但是递出橄榄枝 并不代表说 它对美国友善 它只要复弹而已 它的真正目的 还是要利用这件事情 继续打击美国 所以往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先预告 将来很长时间呢 中共的国际文宣呢 就讲三个重点 第一 美国衰弱下去了 第二 美国是不可靠的 第三 拜登是无能的 好 那么请各位注意就是 将来中共对台湾的文宣 也会集中在这三点上面 第一 美国是衰弱的 第二 台湾不要靠美国 因为美国是不可靠的 第三 拜登是无能的 他可能会抛弃你们 所以他既然是这样想 这样解读之后呢 对他这个启示 对中共的启示就是 那我就认真评估一下 我是不是就利用 这千展南风机会 来想想看 我跟台湾的问题呢 我要怎么对付台湾呢 那么也就是说呢 对台湾出手的可能性 真的比过去要大一些了 这点我们得记得心里面 所以现在就回头看我们自己 我们要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节目上呢 很少谈蓝绿问题 那偶尔谈谈呢 也就是这个点到为止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就是 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遇见 蓝绿双方呢 会拿这件事情来互斗 而且会斗得很凶 所以我希望在开台以前呢 先讲几句话 希望说不要闹得太厉害 蓝银批蓝呢 主要会讲说 你们太依赖美国了 你们一直抱美国的大腿 现在看看不可靠了吧 那绿银批蓝就说 你们太亲中共了 你们为非张目 你们这样看是不对的 但大家想一想 是双方的批评呢 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呢 当批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其实最高兴的是中共 中共说好极了 任何题目 都可以让你们打成这样 这样你们永远不会团结 要对付我 那相对来说 我是安全的 所以在这时候呢 第一我想提醒一下 这个蓝银的朋友 是你们的批评是对的 就是美国不是完全可靠 我们不可以依赖美国 不可以抱大腿 当然对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 我们说国际政治上 谁都不可靠 最可靠就是自己 国际政治 我们常常讲说 是一个丛林般的社会 每一个国家 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我们这么说 并不是国家 跟国家之间不会相救 国家之间是会相救 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有蓝银的朋友说 我们过去被美国出卖过 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他 是 美国出卖过我们 但是呢 中共吃我们吃得更厉害 我们也被中共打败过 然后一路追杀到台湾来 到现在还没放过我们 然后天天开飞机过来 要病痛我们 要消灭中华民国 所以在这意义上 我们难道不相信美国 要更加相信中共吗 这个话 这个是逻辑的问题 好那第二点 反过来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相信美国 就我刚刚说的 国际政治上面 国家之间是会相救 但不完全是为了道义而相救 国家之间相救 是因为有共同利益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美国来帮台湾 或美国来救助台湾 或者来运用台湾 坦白说 因为我们看见了 美国看见 现在跟台湾之间 有共同利益 这个共同利益 大于其他的估计 所以刚才你那边 引了葛莱伊那段话 葛莱伊讲的就是这意思 我们会抛弃一些 不重要的一些事情 或者不会为一些 不重要的利益而战 但我们为重要利益 我们是绝对会战斗的 我们现在就举两个例子 是我们过去被美国抛弃过 譬如说1949年 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美国最后是抛弃中华民国 但是1950年 他却为一个小得多的南韩 去打了一场仗 而且死了很多人 所以你说美国不会出头相救 跟大小无关 跟利益有关 第二1958年 823炮战 美国应约来了 没有帮忙打仗 帮忙了运步 但是1965年 他却打了一场越战 而且规模大得多 所以国家之间相救 不完全是为道义 我们再说一次 国家之间相救 大部分是为了共同利益 如果说我们现在 那看不见我们跟美国之间 有共同利可以运用的话 那我们呢 那真的是 计算是错的了 那大家现在看清楚 我过去多次讲过 我现在对美国来说呢 台湾价值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它对抗中共 所以如果在对抗中共情况下 它把台湾随便抛掉的话 一旦弃台 我们可以说 美国在亚洲也好 不要说在两岸关系 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呢 全盘皆输 所以蓝银的朋友呢 到现在为止 好像这一点呢 还没完全看懂 那么兵法上也常讲说 上兵法楼 其次伐交 我们现在呢 不是依赖美国 有些人可能是 但是我们讲的话不是 我们是说 要懂得伐交的道理 如果在这个时候 不懂得伐交的道理 轻则凑过机会 重则被对方 被敌人统战 被敌人分裂 所以说话来说 不可以相信美国 不可以帮美国大腿 大体是对的 是 我再说一次 我们不能相信美国 我们不能相信任何国家 我们自己 只能相信自己 我们不能相信美国 更不可以相信中共 是 美国将来有可能 有一天会抛弃台湾 但中共今天就把我们吃掉 这不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吗 所以仔细想看 谁比较可恶 谁比较可怕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那刚才我们提到说 过一段时间呢 中共对国际 乃至对台湾的宣传的重点 就是美国衰弱了 美国不可靠 然后美国不可以依赖 对 中共现在最希望 就是削弱台湾的外部的 任何援助力量 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援助力量 所以中共会极力破坏美台关系 反对台独 反对民进党 都没关系 但是不需要依赖中共 也可以反台独 也可以反民进党 现在我们要看懂的是 美国在帮我们反共 这是我们罚交的机会 我们要善用 对台湾内部来说呢 台湾的老百姓 反共成了共识了 违反民意呢 就没有希望 其实在上次总统大选 前几个月 我已经讲了 这次全民都在反共 谁不反共就选不上 那现在这个看法呢 还是对的 国际朝的线 在全面反中共 我们现在逆着潮流走吗 你看看跟中共打交道的 跟塔利班打交道的 是些什么人 最后我要提醒到 绿营的朋友 对美国要合作 但是不可以有依赖的心 依赖的心一重之后呢 第一 内部会受到攻击 第二 依赖心一重之后呢 对美国会不提要求的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美台的关系呢 不是一边倒的关系 我们固然有求于美国 但是美国也有求于我们 其实找到川普后期 我已经公开讲过说 我们可以跟美国多要东西 因为美国现在会多给 现在对台湾 对他们来说 台湾很重要 台湾不只有护国神山 台湾有战略地位 有各种 各种条件在 我们自己要想好 我们的筹码跟条件 跟美国多要 所以我们要想好筹码 跟美国多要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我们心理上 多年以来 对美国依赖过重的话 到关键时刻 会不敢开口要东西 当我们不敢 靠要东西的时候 美国看来说 你不要 那我不一定给 我给你的东西是 我觉得我要给的 而不是你真正需要的 所以对美国来说呢 各位还注意到一点 我们常常讲说 做美国敌人相对容易 做美国朋友比较危险 如果在美国面前 他老是觉得 你是好孩子的话 他会轻视你的 他对我们会 予取予求的 你看菲律宾不是靠美国吗 但是后来他凶两下呢 美国回头来去求他 他的玩法 我当然有点意见 但是呢 他的玩法的基本精神是对的 简单说 我们对美国呢 应该基本的态度是 时好时坏 才是好才是这个正确的做法 好最后我们要做什么 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可能会觉得很焦虑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管道呢 跟美国讲说 要高度关注中共的作为 尤其是中共对台湾的作为 因为中共现在可能会看别你们 当他看别你们误判形势的时候 他可能会倾起对台湾的野心 对台湾的战端 所以第二点 中共要提醒美国 中共有任何动作的时候 美国对中共的 嚇阻的语言跟力道都要够 必要是要发出非常强烈的讯号 让中共自难而退 那最后点就是蓝绿双方呢 我都想提醒一下 我们要认清楚国际的形势 要认清楚两岸关系 要认清楚中共的野心 大家好好想一想 怎么样双方蓝绿降低敌意 增进合作 共同反共 双方为了我们的最大的公约处 中华民国呢 我们都来共同努力一次看一看 好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